糖尿病即怀孕 用原始点调理案例 2014年体检中 我的空腹血糖值有117毫克每升 2015年数值维持在了113毫克每升 我遵医嘱不摄入碳水化合物和糖类 并每日监测血糖三个月 空腹血糖不降 反升至130毫克每升 体力也不好 精神压力很大 而后又转向中医寻求帮助 继续治疗了两三个月 血糖指数依旧维持 而且医生向我建议 在血糖控制到正常以前不可以怀孕 否则孕期的高血糖会影响胎儿 导致巨大儿 畸形儿或者出生后低血糖 危及生命 2016年2月 我来到旧金山原始点推广站 体验了全身按推 到处是痛扁 听Luna讲 血糖指数与健康与否没有必然联系 我需要改善寒凉的体质 饮食上 戒掉以前喜欢的茶 咖啡 水果 冰饮 甜点 恢复了米面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多食用辛辣的热性食物 每日饮用50克干姜片煮成的姜汤500cc带水 晚上睡水暖床垫 白天注意保暖 我与先生一起参加了原始点基础理论手法班 经常两人相互按推 每周运动爬山 同时停止了中医的理疗和各种的边方 坚持了三四个月后 以前立架时的聚冷 腹泻 腹痛 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基本没有感觉了 按推剑椎也从一开始的肌痛 变得没有什么痛感了 体力越来越好了 我妈妈不再把血糖指数砍得很重 在调理身体大半年后 2016年12月我怀孕了 医生告诫我 孕期的高血糖有种种的后果 但是我对于原始点有信心 我遵照原始点理念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我欣喜的是 虽然没有去监测和控制血糖 在孕期六个月和八个月的血液检查中 控制血糖分别为97和95毫克每升 已经来到了正常的范围值 孕期出现的不舒适感 用原始点的理论去分析解决 比如说初期出现孕期呕吐时 先生为我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就会缓解恶心的感觉 半夜小腿抽筋时 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立干净 孕晚期出现了水肿 加强腿部温敷和保暖后 水肿可以在一晚上就消掉 我知道生产也没有出现不能缓解的疼痛感 睡眠很好 夜晚也没有出现尿频 在17年9月顺利的足月自然生产 没有使用麻醉剂 宝宝出生时六斤五两 没有低血糖 全身红润 非常的健康 现在宝宝已经9个月了 健康快乐 晚上可以睡整夜 学翻身爬坐都很快 我也没有出现肠后的身体疼痛 完全恢复了孕前的身体状态 非常感恩原始点 带着我健康的生活和健康的宝宝 非常感 bend康的身体神 非常感谢